郝小姐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又见面了 又是你 迟墨 您 你好 迟总 美克拉美欢迎你 请坐 请坐 迟总 请问我的任务是什么 我奉我们经理之命 一定全地配合你 关于影石系列的设计理念 如果确实是你写的 我想听你阐述一下 这背后的故事 我需要尽量地详细 甚至包括每一个细节 迟总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一定置物不言言无不尽 那个是三年前的一天 我跟我的同学去交外看流星语 我记得是向哪个同学 借了看流星语的设备来着 我的同学小李 然后我还向小海借了户外装备 说重点 你在设计理念里说 你的设计灵感 源于三年前的一场流星语 我想问一问你 当时你有没有在现场 发现一些特别的 比如说一场车祸什么 车祸 就像这张照片里的场景 我们当时的确路过过一场车祸 但是 这跟刘兴雨有什么关系啊 你先别管有没有关系 我现在问你 当时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 特别的 车祸就是车祸 有什么特别的 难道还有花式撞车啊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话 我那次看刘兴雨的时候 捡到了这个陨石戒指 除了这个戒指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 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你不是问我产品理念吗 我还能捡到点什么呀 在刘兴雨中捡到一个陨石戒指 这种浪漫概率很低的 出去 我的理念就是这么来的呀 你知道吗 刘兴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 我没让你们出去 问得怎么样了 天马行空 胡言乱语 跟车祸也关了消息 一条都没问出来 会不会已经被人给收买了 我看她是脑子有问题 看来想从她那里得到线索 咱们还得想别的办法 对了 待会儿有个重要的会议 上海出品商那边 邀请进出口进行洽谈 你准备一下资料 马上过去 那郝小姐这边 你先盯着她 她的一举一动 随时向我汇报 千万别让幕后那伙人得诚信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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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吃过什么 哪家好吃的餐厅吗 每天都是山珍海味的 走了 走了 走了啊 那我先走了 下次去你说的那家 拜拜 拜拜 我们吃好吃的 拜拜 走吧